放击疫情需要所有人的齐心合力 绝对不能允许千里之低 毁于乙穴的事情发生 博省各地警方坚决依法严厉打击处理 各类违反疫情防控规定 扰乱疫情防控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 3月18号下午6时许 盘锦市盘山县吴家镇双桥村大货车司机王某 驾驶大货车从重点管控地区返回盘锦家中 没有向所在村委会报备 在三天内多次驾车进出市区 盘锦警方在排查工作中发现了这起违法行为 依法对违法当事人进行立案调查 王某在集中隔离期间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警方调查发现 王某的雇主孙某某也曾一同与王某 从重点管控地区返回盘锦 并与其约定不向当地疫情防控部门报备行程 王某等人已被采取了隔离治疗和隔离观察的措施 王某 孙某等二人故意隐瞒形成信息 该行为已构成违法 公安机关依法对二人予以行政拘留的处罚 3月22号 葫芦岛市建昌县公安局 在街道建昌县疫情防控指挥部推送的 关于王某 段某隐瞒形成轨迹的线索后 立即展开调查 经调查 二人系夫妻关系 于3月21号从吉林省长春市 新冠疫情风险重点管控地区驾车出发 3月22号3059分 驾驶货车进入建昌县境内 3月23号 葫芦岛市建昌县公安局对王某 段某 因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进行立案侦查 3月12号 安山市要求全市范围内的网吧等公共场所暂停营业 3月13号下午 安山市公安局铁锡分局繁荣派出所民警 在检查时发现一网吧内仍聚集20多人上网 警方责令网吧关门停业 依法对刘某某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近日 一条银口市某小区居民不配合防疫的视频 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后 立即引起广泛关注 警方依法传唤调查嫌疑人吕某 依法认定吕某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 对其处以治安拘留15日 3月23号 家住铁岭县繁河新区某小区的廖某 收到了同在该区居住的林某编造的疫情虚假信息 随即在小区业主微信群内发布 警方立即传唤廖某 并对其处以拘留5日罚款500元 编造虚假信息的林某 被处以拘留7日罚款500元 本台综合报道